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是芳香萬壽菊 芳香萬壽菊呢 它到春天才會開花 通常我們使用芳香萬壽菊就是使用它的葉片 將這個葉片剪下來 跟花茶或者是直接用擺開水泡 那個茶就會有芳香萬壽菊的味道 芳香萬壽菊呢,是一個很香的香草菊 那我們要怎麼來繁殖呢 你可以用種子繁殖 雖然種子繁殖我沒有試過 有興趣的可以自己試看看 那我們今天教大家怎麼擦枝 像這個枝條呢 這一串枝條 你可以從底下剪下去 你也可以剪上面一小段 那我們就剪一小段就好 那我們擦枝的時候呢 就像這樣擦下去 剪下去 剪掉 保留一小段 你也可以保留兩截 保留兩截或保留一截就可以 方向萬壽菊它的擦枝呢 是非常非常容易擦火的椅子 所以呢 你這種擦法 擦下去之後呢 放到陰涼的環境 然後一直保濕 不要讓太陽直射 像這樣子擦枝呢 它的存活率幾乎是超過90%以上 非常容易擦火的椅子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己試看看 當然啦 你也可以使用所謂的水擦 剪一小段把它放到水裡面 等它掌根以後再椅子也是可以的 因為這個擦火的存活率實在太高了 所以我是不建議用水擦 直接擦到土裡就可以了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自行嘗試看看 謝謝大家